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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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回来 那我其实最近蛮多爱用品啊之类的东西想跟你们share 然后之前还说想要跟你们做一个what's in my bag的主题 但是因为我的包包里面如果我正常出门的话 其实就只带一只口红镜子设计就没了 所以我总觉得那样子的我的包里好像没什么内容可以给你们看的 那今天呢就做一个我上班的包里面一般会装什么的主题好了 然后想先跟你们看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的三个整套 我记得应该都是来自于H&M的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黄色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好像是50乘以50的就是还挺大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流速的 它是有这种虚虚的 这个也是挺大的50乘以50的吧 很像我这三个都是当时618的时候买的 已经买了很久了 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三个颜色搭在一起呢 我就觉得非常的和谐 然后沙发因为是灰色的嘛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 沙发是特别的和谐 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那种主题嘛 所以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工作包里面一般会装些什么 那我工作包其实最近一直一直在用的是这个Lonche的这个包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中号 它就是那种有一个手把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根肩膀 其实我当时是想让朋友帮我带一个金色的小号 那个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氧气 但是它给我带错了 但是还好就是因为最近工作 我们公司的电脑一直没有发下来 which is so weird 然后所以就是我每天不得不带自己的电脑上下班 那我的电脑是多大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很大 13还不知道14寸的吧 它就是Hive Pro 然后只有这个包是可以正正好好hold住这个10寸的电脑的 所以我电脑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包里面就会有这台电脑 先拿出来 特别特别重 然后呢 因为上班我一直会带一个化妆包 我在上一个职场穿搭的视频里面 有说我一般就是15分钟就可以出门了 那有人会问我你怎么来得及 那一般我就是刷完牙 然后换完衣服 然后涂个防晒 然后就直接出门了 就是非常非常地快速 我也不需要在家里去化好妆 那我一般都是每天非常简单的一个妆 是在车子上面完成的 所以我会带一个化妆袋 那我这个化妆袋是跟了我最久的一个化妆袋 你看它风格应该能猜出这是什么牌子 对它是YSL的 然后这个包呢 我是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就有 所以它跟了我十来年了吧 这个就是非常符合我喜欢的包的风格 非常的classic 然后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我非常喜欢 打开来呢 就是我上班 我最喜欢就是直接抓来就用的一些东西 它不一定是我所有彩妆里面最好用 但一定是上妆的时候速度最快的 防晒的话 我一般是在家里先涂好 然后再出门的 然后在车上开始涂粉底液什么的 那防晒我最近用的是安耐晒的这一支 但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我觉得你用它来打底的话 你后续再上粉底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干啊 或者底妆斑驳有点磁皮的小问题 我的以前底妆看上去都还挺水润的 可能都是因为CPB的那支防晒 但CPB那支防晒呢 最近我用实在是觉得太过于滋润了 所以我最近用的都是这个 它上脸的瞬间是有一点点泛白的 它有一点点就是提亮肤色的效果 我今天是没有任何的粉底的 只涂了这个 但我觉得肤色看起来还算比较亮的那种 然后如果你是在家里就要涂底妆直接出门的人 我非常强烈推荐你安美的这支粉底液 这不是推广 他们家的推广我之前做过了 在我以前的视频里面 如果你想去看的话 可以点击那支国货彩妆安利的那一期视频 然后这个粉底液呢 是我最近脸着用了几个月 之所以最近为什么一直用它 因为我发现它在你非常非常着急出门的时候 就是我都是直接用手因为出门非常急 然后手心里面一搓 然后脸上啪啪啪啪啪 几秒就完完全全好了 它也没有什么粉痕会残留 然后就非常非常非常快速就可以在你脸上晕开 你都不需要等 那我其他所有的粉底液都是需要等的 因为我之前都是连着这个糊上之后 马上就涂这个 我发现到了中午之后 整张脸的那个妆感非常非常的差 但是如果我是等这个完全干了再上这个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腮红我就是有好几个 因为我想每天用的腮红颜色都不一样嘛 那这个呢其实我买了很久了 它是Clarines的一款腮红 是这个样子 它有点baby pink的粉色 不知道看得见吗 它就是01套色吧 我之所以带它因为它是难得腮红里面 我身边的腮红里面有个刷子 然后还有镜子的 然后你在车上就是这样随便糊一下就非常快就好 而且因为我之前把它抠到那个一个单独的彩妆盘里面 然后过了段时间觉得嗯不好看 我又把它抠回来了 抠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搞碎了 所以真的是不作不死 然后Canmake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是PW38号 它看上去非常深 但是上脸之后是一个非常粉嫩少女感的一块腮红 如果说我手边有个腮红是最具有少女感的 那其实是这一块 它这个虽然很夸张 但其实上到脸上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嫩的那种 这个反正非常非常的显得肤色白 而且很有元气 有血色感 这个所以我买了之后也用的非常多 那还有一个就是新欢 妆包里面有好多腮红 这个新欢 这个是NIX的PB25 Pinch 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好看 它就是有一点点像NARS的那个Deep Throat 但比Deep Throat要更加有血色 我觉得就是一个红版的Deep Throat 它就是涂到脸上之后 有一点点像微醺喝了酒的那种颜色 特别好看 我想给你们当场刷一下 对着镜头刷好了 咱们随一点啊 随一点 是吧 大家平时你要真戴眼睛 你肯定是这样刷一点 对吧 我超喜欢这个 这款就是可以打在眼下的那种 然后真的是 很像那种微醺的 是不是打多了 就这样吧 看 它这个就比较适合位置打得高一点 我反正看镜头 我看镜头也看不大清 这个是我最近会一直戴在身边的 然后因为包比较长嘛 所以我就会带把刷子 但是刷子是不固定的 就每天抓一把比较干净的刷子就扔到包里面 这个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过咯 可以分范围前的视频 然后是一个走猪的香水 这款是Elizabeth and James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typical的花香调 而且它是那种你能感觉到它的香频非常的高 就是说你涂一点点离你很远的人都能闻到你身上的香水味 但实际上你涂的量非常的少 挺好闻的 但是我怎么离镜头越来越近 就是它挺好闻的 但是它本身那个溶剂的味道稍微有点重 所以它刚刚涂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刺激性的味道 但是过了一阵之后 那个香味就非常非常的好闻 好闻的 这就是好闻的 那个因为它有卖这种走猪的嘛 所以说如果你路过Sephora什么的 你可以进去闻一下这只 我最近会带的这个染眉膏 因为我又把头发去染了一下 感觉颜色还挺淡的 所以我的眉毛就要染得再淡一点 我怎么边露边画了次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发色感兴趣的话 它是Sephora Co的美粉甜棕 就那个泡沫染 我刚染出来的时候 真的照镜子吓了一大跳 就是头发一架子变得好黄好浅了 然后第二天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是一个比较阳气 然后显腹白的一个颜色 或者说就是更加衬肤色一点 然后哎呀哎呀 我把我想讲的那只蠢膏 放在办公室里面了 就是它是Colourpop的一支唇膏笔 就是很多南瓜色 不是说像Chili那样特别的艳丽吗 或者说像一些南瓜色又特别的闷 就是Colourpop那一支南瓜色 我觉得特别不一样 就是它的艳度跟它的沉闷度 就结合到了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程度 就是你涂在嘴巴上会觉得 又提气色又没有那么艳丽 但是又不沉闷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特别的干 我如果涂那支的话 我一定会用一个比较有厚度的唇釉去打底 比如说那支Dior的分唇蜜 但是如果我用了润唇膏去打底 还是厚不准那个干 嘴巴还是会掉皮的 蛮夸张的 对了 Next这个腮红和Colourpop那支唇膏笔 都来自于7月份的一个PR box 木兰箱 就是它们家现在是有公众号的 反正具体信息我到时候放在info box 你们吃看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应该没什么人化妆包里面会带 这是一把刮沙板 其实买了两把 这个是面部的一个刮沙板 这个就是正常形状的一个刮沙板 但我其实在刮面部的时候 我还是更喜欢这一把 反而面部的这个我就不怎么用得到 我最近非常非常沉迷于推拿 就是上海有一家叫做伊林的按摩馆 然后我在里面找到了两个我特别喜欢的师傅 然后每周都会去按摩一次 我不是上周直接干眼症了吗 查出来 我也在我的鼻战状态里面有说过 然后我就是就不止眼睛干 其实更严重的就是额前一个肌肉的紧张 他就推荐我做一下面部的刮沙 然后当时我是眼皮已经连着肿胀了三天了 就是我试了我自己所有的按摩手法 没有用 掰疼的还是非常疼 然后他给我做面部刮沙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板 非常非常的轻 他就这边轻轻的刮过去 然后到这里 然后连着就是刮下来 再刮到这里 然后这一次瞬间就不紧了 刮完之后一下子就放松了 超夸张的 所以我就是自己网上买了两个刮沙板 那么其实我自己是学过推拿的 而且当时还考了个证 考到了什么高级推拿式的证书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家那两个师傅的按摩手法 我觉得还挺正规的 和我们那个科班教出来的 那个按摩手法是挺相似的 就不是那种有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社会人 你也喜欢去按摩推拿什么的话 你应该能感觉到 就是有的推的时候就非常的疼 然后推完你没有浑身放松的感觉 反而回去疼三天 对吧 那有的就是推的时候酸疼酸疼的 但是是很舒服的那种 然后你推完之后 就是整个人可以轻松起码三天 那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物 我带的 然后包里还有这个东西 就是最近也是 真的是太苦了 然后最近这个东西 我就一直带在包里 反正就是医生他是建议 我要常常去热服 对眼睛会比较好 所以我包里有这个 OK 然后我包基本上就空了 看 然后还有我的耳机 那这副耳机已经陪伴我两三年了 它是舒尔德425 是耳机发烧油 不是很喜欢玩什么什么动铁啊 什么什么铁来着 我忘记了 那这个就是发烧油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吧 然后425 我其实不建议你买 那这副耳机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挺久的 就一开始我会觉得 它的音色有点太亮了 反而有点接近于日本的那种 铁三角那种清亮的那种音色 那我其实不算特别喜欢 我觉得它的中频和低频 稍微少了一点点这种感觉 然后但是 但是磨合下来我还挺喜欢的 而且它的耳机是这种绕上去的 然后这个耳塞 它其实自带了一种隔音效果 就是在非常吵的时候 你带它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隔音作用 带着法子你听歌 旁边很远有人叫你呢 你是听不见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路上最好还是不要带 还挺危险的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包里一定会放一个的 它是off的防纹贴 就是它里面有湿巾 然后你就是可以放一片在包包里 非常的小 非常的清亮 因为我是那种天生招蚊子的体质 就是我每天出门一定一定会喷的 就是防纹水啊这种东西 但我不会背就是这种很综艺品啊 然后我一般不会 然后这个off的贴呢 其实是以前我们公司做项目 然后发下来的 大家可以讨论上搜一下 或者如果我能找到这个购买信息的话 我也会跟你们说一下能不能买到 这个就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防纹药水就那么少一片 放在包里超级超级清亮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很招蚊子的人呢 我觉得夏天这个东西 你出门可以救你的命 不然你哪个包里面可以放下那种 那么重的防纹水对不对 这个很推荐你们 OK我的包算彻底翻完啦 最近我的指甲是自己做的 就是这个乳白色的和上次有一个粉色猫眼的指甲 都是自己做的 我就是有一次看到YouTube上面有个视频 就是我看到原来你普通的指甲油上 也可以上一层那种光疗胶 然后我就赶紧淘宝随便搜搜 然后去买 因为后来我都是到外面去做指甲嘛 然后家里其实指甲油真的是一箱 然后我就觉得放在那边有点可惜 那我其实本来只想买一个top coat 但是我看到他们就是有个套装好划算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套装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罩的灯 它是插USB的 你可以直接插到电脑上 它很小一个 但是还蛮好用的 然后一瓶底胶一瓶top coat 然后你还可以选两个颜色 你单独买他们一个灯买一个top coat 也要差不多的价格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一个套装 ZUNIGA 真的ZUNIGA 如果你从底胶就开始用他们的话 我觉得卸掉的时候其实夹面稍微有一点伤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你就是买一个coat 然后涂在你正常的指甲油上面 去封一层就好了 好了那今天先跟你们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哦对了 你们喜欢这个背景吗 还是喜欢我上次坐在那个化妆镜前面的那个背景 可以大幕或者留言告诉我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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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